哈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做好课堂 今天我们讲解初级会计事务直播课程的主张习题班第四讲 而讲解内容是我们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应的真题 我们直接进入到今天的讲解 来看第一题 下列课想中 制造企业应当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于哪些 翻译下就是四个选项 哪些事项需要通过固定资产这一个科目核算 我们企业的建造厂房 即建造固定资产期间 我们库存的工程物资 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厂房 购买的水泥钢筋 同学们水泥钢筋属于什么 属于固定资产吗 属于库存商品吗 属于原材料吗 都不是属于什么 属于工程物资 在工程物资科目当中核算 然后呢 随着我们建造厂房过程中 领用钢筋水泥 然后呢 把钢筋水泥在工程物资当中的金额 转到再建工程当中 所以说选项A不选 因为它的科目是工程物资 第二个 我们企业自己建造一条生产线 那请同学们 正在建造期间的生产线 是通过哪一个科目核算 是固定资产吗 不是的 等生产线建好了 我们通过固定资产 科目核算 正在建的固定资产 我们是通过再建工程核算 所以说选项B 也不正确 选项D 生产完工 准备出售的产品 不就是我们的存货吗 通过库存商品核算 也不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A B D 都错误 单选题 选什么 选择C C是行政管理部门使用的汽车 这个汽车就是我们的固定资产 这第一题 2020年整体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来我们继续 第二题 说明企业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我们自己去建一个厂房 那同学们 哪些支出需要揪到厂房的成本当中 第一个 我们建厂房 利用的钢筋水泥的成本 钢筋水泥的成本 是不是厂房的成本 是的呀 我们应该借再建工程 代工程物资 那请同学们 我们要盖这一个厂房 是不是需要工人呀 那盖厂房这些工人的工资 是不是也属于盖厂房的成本呀 属于啊 所以说D 确认工程人员的薪酬 也属于我们的厂房成本 借再建工程 再应付职工薪酬 来看B选项 如果说我们企业正在盖一个厂房 我们领用企业自己生产产品 比如说我们企业就是水泥厂 准备给自己盖一个厂房 那我们直接把自己生产加工的水泥领用了 用这些水泥来盖厂房 那请同学们 我们自主生产加工的水泥 用于盖厂房了 那水泥的成本 是不是要进入到厂房成本当中呀 肯定需要呀 所以说选项B 也需要进入到厂房成本当中 但是呢 同学们需要注意 领用企业自产的产品 需不需要视同销售 还是说直接把自产产品的成本 转到再建工程当中 这是一个坑点 我们够爱机场无需视同销售 因为它不满足销售确的条件呀 我们明明是自己盖厂房 领用的水泥 为什么这些水泥可以确认收购呀 假设 李德鲁老师 那为什么不能视同销售 你给我想一下 假设我们水泥厂 今天效益非常非常差 收入不达标 领导收了一个亿 结果呢 我们只有1000万 你作为会计人员 你能不能这样说 我们有一批水泥 我们自己去盖厂房 我们领个9000万的水泥 让它视同销售 这个水泥的收入 就可以进入到 我们企业的收入当中 哎 你觉得可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一旦我们企业 跨计准的允许 领用资产产品 对吧 盖厂房 可以视同销售 它是不是给财务人员 留了一个操控利润的 一个口子 我们企业利润一不够 我们就去拿产品 去盖厂房 所以说 为了规避这一个漏洞 所以说我们允许 自产的产品的成本 直接转到厂房当中 但是呢 不允许适同销售 C选项 我们企业购买 工程物资支付的增值税 根据我课程的总结 考试 我们一旦看到了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该怎么办 同学们 增值税就不进入成本 如果这道题换一换 把一般纳税人 改成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就记录成本 因此呢 这道题 A B D 都正确 选项C 不正确 来 我们看下一题 这道题是一个判断题 说 我们企业用一笔款项 花了一笔钱 一千万 同学们 一千万 我们花了一笔钱 一千万 那如果说 我们买了三个产品 A B C 三个产品 那我们是不是要确认 A B C 三个产品的成本 我们需要把这一千万 分摊到 A B C 当中 那同学们 既然要分摊 是不是需要确认一个 分摊的基础 就 几 比几 比几 比如说 5 比 4 比 1的比例 然后呢 把一千万 分给A 500万 B 400万 C 100万 那其他同学们 这个比例是什么 这个比例是 A B C 三个产品 A B C 三个固定资产 他们公允价值的比例 这个是准则规定的 而这道判断题对还是错 正确 它就是按照公允价值 作为比例 进行分摊 对于初期考试 它不可能说出个题 让你去分摊 更多的是一个定性判断 考试可能把公允价值 换成别的东西 来迷惑你 同样一个题 比如说把它改成一个 什么历史成本 把它改成一个限制 巴拉巴拉 就去坑你 该怎么办 选错 而照题 我们是正确的 好 以上呢 就属于我们 第一个考点 固定资产成本的相关真题 这些题目都比较简单 每年考一个 非常非常基础 同学们 课后 把脚印多看一看 一般问题不大 而且不涉及计算 考试的时候 一眼就可以读出来 但是呢 我们下一个考点 叫做固定资产的折旧 这个折旧额 有很多种计算方法 考试的时候 往往它是定量的选择题 比如说这要题 2018年整题 说明企业2016年12月份 买一个固定资产 花了我们20万 使用期限是5年 进餐值4000 不考虑其他因素 他说我们2017年 应该折旧多少钱 第一个问题 2016年12月份 购入固定资产 12月份要不要折旧 要不要 12月份不需要折旧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折旧 下个月开始折 所以说 第一次折旧是2017年的1月 所以说2017年的1月到12月 折旧额的总和 就是我们这道题的一个答案 而这道题是双倍余额递减法 同学们思考一下 什么叫双倍余额递减法呀 我们正常按照年限平均法 一年的折旧是五分之一 没问题吧 是五分之一 五年嘛 一年折五分之一 双倍余额递减法就是 五分之一乘个二 双倍嘛 我们每年折旧额是 百分之四十 那行动选拔 双倍余额递减法 在前N到N减二年的时候 要不要考虑净单值 要不要 不需要 最后两年才考虑净单值 因此呢 我们2017年的折旧额是 二十万 直接乘以我们的一个 百分之四十即可 也就是选项A 正确八万 那如果有道判断题 账考同学说 双倍余额递减法下 计算固定资产折旧 无需考虑净单值 对还是错 同学们 对还是错 不考虑净单值 不对 双倍余额递减法 考虑 只不过呢 最后两年才考虑净单值 前N减二年 不考虑 这二题给同学拓展一下 我把2017 换成2018 同学们 请帮我计算折旧额 来思考一下嘛 二十万 咱们第一年 折旧了八万 没问题吧 那还有多少钱 还有十二万 十二万的话 我们双倍余额递减法 每年折旧五分之二 那第二年 不就是用十二乘以五分之二吗 搞定了 这答案 十二乘以五分之二 是四点八万 那考试的时候 你得看清楚 这个折旧年限 到底是第一年 还是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你千万不要说你 吸烟乳为主 这种题 总以为这个折旧额是第一年 否则你可能掉进陷阱 我们再来看到题目 说 我们购买了一个生产设备 八百万 净堂值 三十八点四万 使用年限五年 双倍余额递减法 他说 截止到2017年12月31号 我们设备已经使用三年了 账面净值是172.5万 他问的是 2018年应该折旧多少钱 同学们思考一下 设备可以使用五年 前三年 我们已经折旧完了 折旧完之后 固定资产的净值是172.8万 那请同学们回答 前三年 折旧了多少钱 净值是172.8万 原值是800万 那是不是意味着前三年 我们已经折掉了 800减去172.8万了 最后两年 而18年19年 是折旧的最后两年 那请同学们 最后两年 双倍余额递减法 该怎么办 我们要考虑净三值 同时呢 改为年限平均法 就不双倍了 就变成五分之一了 所以说这道题 我们该怎么办 用172.8 减去净三值 要考虑了38.4 而这个差额 就是要在2018年和2019年 进行折旋 而20182019是两年 所以说用这个金额 除以二 就是咱们的一个答案 来总结一下 双倍余额递减法 最后两年的时候 第一个要考虑净三值 其次呢 就不双倍了 我们改为年限平均法 直接除以二就好了 这是我们的第二题 没有问题 QQE 这两题全是双倍余额递减法的考察 第一题考察前N减三年的拯救 第二题考察的是最后两年的拯救 那同学们 这道题是B 我把这题改一下 把2018改成2019 同学们 这道题选什么 如果说我们这道题 把2018改成2019 答案依然是B 为什么呢 因为双倍余额递减法 最后两年是 改为年限平均法 除以二 就意味着2018和2019年 拯救额是一样的 考试的时候长个新眼 这里看2019 你要知道 这个2019和2018是一样的 第五题 我们2015年12月份 购买一个设备 花了400万 设备当月交付使用 好的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折旧 我们2016年才折旧 收年限五年 净三值四万 才用的是年数总和法 进行折旧 他问2016年 我们要值多少钱 来 年数总和法 第一 要考虑净三值 所以说我们的折旧总和是 400 减去4 那年数总和法 我们第一年折旧多少呢 分母是1加2加3加4加5 那分子是什么 分子是5呀 这是年数总和法的一个公式 分母是1加2加3加4 一直加到n 他收年限是几年 我们就加到几 而分子的话 就是我们的五年 把这个5往上写 那第二年是多少 是15分之4 第三年是15分之3 这样的话会保证我们 前面的年份折旧额比较多 因为分子更大呀 分母是一致的 那这条题选什么 用396乘以15分之5 答案是我们的一个A 这条题需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要考虑净三值 第二个你需要知道 分母是什么 分母是1加2加3加4加5加6 一直加到n 分子是什么 分子第一年是n 第二年是n-1 然后n-2 n-3 最后变成1 它其实是利用数学的一个小的规律 来保证我们越往前的年份折旧额越多 这第五题 我们再来看一题 这条题说我们企业购买的 这个设备 它还是变成500万了 然后呢 十五年限五年 净三值五万 年数总和法 让我们介绍2019年的一个折旧额 同学们来注意一下 这两个题一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2016年 我们是一整年都要记得折旧 而这条题有坑 我们2019年11月21号购入的固定资产 2019年11月份折旧不 不折旧 当月增加下个月折旧 好的 什么折旧 2019年12月份折旧 所以说这条题 让我们算的折旧额仅仅是一个月 不是一年了 该怎么办 来 500万的原值 年数总和法 最开始就考虑净三值 那我们第一年折旧多少呢 一年折旧额是 1加2加3加4加5 然后呢分子是n就是5 但是呢 这个是答案吗 是不答案 不是答案 这个金额是我们一整年的折旧额 而2019年只需要折一个月 那我们 是不是要乘语 十二分之一啊 很多同学做这个题的时候 方法都会了 对吧 计算也正确 结果就是因为这里没有乘语 十二分之一 导致做错了 掉进了命题人的陷阱 所以说做折旧的题目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让你算的折旧额是一整年 还是一整个月 再继续 照题选择币 我就不算了 你们客户的话 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再来看道题 它依然是我们的年数总和法 和刚才题目很像 121万买的 净参值是1万 使用年限是4年 所以说1加2加3加4 而题目说2020年 折旧额 2020年 同学们 看一下照题的坑在哪里 18年年底购入的 所以说18年不折旧 19年是第一年折旧 20年是第二年折旧 那些同学们 这里写几 写4吗 是不是 如果说 喜欢套公式同学 是 哇 照题 不就和咱们照题一模一样吗 和这个 2018年之前一模一样 我直接乘以一个 因为这里是5年 所以说分子乘以5 而这道题是4年 分子直接乘以4 偶叶 对不对 不对呀 因为仔细看一下 刚才这道题是 15年年底购入 让你算16年的折旧 而这道题是18年购入 让你算20年的折旧 意味着是第二年 因此呢 我们这里不是4是3 好 想一想 同样的三个题目 考点都一样 年数总和法 第一个考察 折旧额是一年的 第二个是一个月的 第三个是一年的 只不过是第二年 不是第一年 考试的时候 你感觉你把题目做对了 出考场非常开心 老师 我肯定过 结果一出成绩 59.75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不细心 读题的时候 总是陷入惯性思维 所以说套公式 公式是基础 你需要根据题目的要求 对公式进行细微调整 才可以得到最终的正确答案 来 我们再来看一道年数总和法的一个题目 说2018年年底沟入 买了一个设备 多少钱 6万 净摊值3000 然后呢 预计是用年限五年 年数总和法 1加2加3加4加5 题目说了 题目让你算的是 2019年12月31号 该设备的账面价值 同学们 这里能写个5吗 对不对 说老师 又是年数总和法 太简单了 照题 问的是2019年 意味着直就一年 我就用成本减去计算值 乘以我们的15分之五 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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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 不出来啊同学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下前三题 让你算的是折旧额 第四题 让你算的是什么 是年底的账面价值 账面价值等于成本减去 已经计题的折旧 所以说 这题答案应该是用 6万减去 2019年 计题的折旧 这个结果不是答案 你就要用6万减去它 得到的差 才是我们的答案 我就不算了 你们可我自己算一算 第九题选择我们的 C 这二题是用成本减去 2019年的 折旧额 后的差额 作为本题的一个答案 四道题 不同的考法 我向同学们 好好的去看一看 那至于2022年 考哪一个坑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所有的坑 我可以保证 都在这些真题当中啊 好的 以上呢 是关于年数 总合法计算折旧的 四个题目 非常非常经典 是我给同学们精选的 分别是5789 是在我们喜提班 讲义的一个序号 客户都对一座 都对一座 不要感觉题目重复的 重复题目一般都不放 这些题目 每个题目都有各自的一个坑 来 我们看下一题 说我们 某月 12月份 记题固定资产折旧55万 车间管理部门30万 行政管理部门15万 专设 销售机构10万 他问 我们就到管理生的折旧额多少钱 多少钱 同学们 同学说老师 这题选择45呀 选B呀 我说为什么 他说老师你看一下 第一个管理部门 4330 加第二个管理部门15 加在一起45 我们选择B 但是你会发现 答案是A 为什么呢 首先 销售机构 我们的折旧额 记录到销售费用 这个肯定没有问题 而车间管理部门 这一个30万 记录到的是制造费用 因为我在我的课上讲过 假设我们企业 有两条生产线 对吧 生产线上全是工人 全是工人 二同学们 我问你一下 假设A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工资 A生产线上 A生产线上工人的工资 是不是记录到A产品成本 而B生产线上的工人的工资 记录到 记录到哪里 同学们 记录到 B产品成本 那如果说有一个工人 他不干活 他就去管理A生产线 和B生产线上的工人 那请同学们 这一个人的工资 他属于管理 他是管理部门的人 车间管理部门的人 请问他的工资 就在哪里 记录到A成本还是B成本 不是的 他是记录到制造费用 让他制造费用 等到期末 在摊销到A成本和B成本当中 那如果说这个管理部门 他除了工资以外 还有一些固定资产 那些车间管理部门 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其实和车间管理部门 这个老大 这个管理人员的工资一样 他是不能记录到 什么管理费用 也不能直接就到一个产品的成本当中 而是就到制造费用 所以说这题选择A 但是呢 作为考试也很简单 你记一下 车间管理部门 无论是工人 车间管理部门的一个管理人员 还是我们的机器设备的一个直接费 全部就到制造费用 也就把它资本化 而不是直接就到当期随时当中 这也是个坑 来 第十二题 说2016年12月20号 我们企业购买一个设备 花了2000万 可以用5年 净贪值至5万 双倍余额地减法 记得折旧 他问下列有四个选项 哪个选项是正确的 同学们 我就问你 A和D A和D可以同时选吗 我在冲击前 给同学们讲授一些不定向选择题的时候 给同学教了三个独家小技巧 其中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两个选项是互吃的 千万不要同时选 因为你选AD 这要提百分之百的错误的 因为一期年的折旧 他业盟是665 业盟是800 业盟是别的 来算一下 2000万的折旧 而2000万的一个成本 双倍余额地减法 在前N减二年 是不考虑折旧的 所以第一年 我们直接乘以多少 乘以五分之一乘以二 乘以五分之二 多少 800万 选正确 来同学们思考一下 五分之一是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乘以二是多少 是不是百分之四十呀 百分之四十是什么 百分之四十不就是年折旧率吗 因为我们的折旧额 折旧额四百万 除以我们的2000就是百分之四十嘛 所以说C也不对 AC不对 那应计折旧总额多少钱 无论是哪一种方法来计算 固定资产折旧 折旧总额是不是都要扣除净堂值 所以这条题计算值是五万 因此折旧总额是1995 2000减去五 所以说这条题BD正确 AC错误 C应该是百分之四十 这第十二题难度也不是很高 只不过呢 把刚才的计算型题目 改成了文字表数而已 客户呢 多做一下这题 考试的时候肯定没有问题 每年B考B考 只是第十二题 选择B和D 接着再来看一道题目 说下列关于折旧的会计处理 哪些正确的 第一个 我们自己建造厂房 使用的自由固定资产的折旧额 进入到再建工程当中 我们企业有一个挖掘机 这个挖掘机呢 我们现在用它去盖厂房 那请问挖掘机的折旧额就哪里呀 这个挖掘机我们用于盖厂房 所以说我们应该 就在在建工程当中 基本生产车间使用的 自由固定资产 折旧额是我们的制造费用 也是正确的 C 经营租赁租出的固定资产 折旧额就在其他业务成本 不是管理费用 而D销售机构的机器设备 折旧额就在我们的销售费用 那至于折旧额就哪里 秉着一个原则 受益原则 你就看我们这个设备干什么用 这个设备给销售部门用 就销售费用 这个设备我们去生产产品 就进入到我们的制造费用 或者说生产成本当中 而这个设备我们是去建造另外一个固定资产 它不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固定资产的成本当中吗 干什么用 执旧额就进入哪里 这要求选择A BD C 明显不对 出租的话 租金 其他有收入 我们执旧额就是我们的其他有成本 第十四题 和刚才题目很类似 A 我们的基本生产之间使用的固定资产 执旧额制造费用 和刚才一模一样讲过了 出租固定资产 执旧额 其他有成本 证券 建造厂房 使用固定资产 执旧额 进入到三件工程 证券 D 行政管理部门 固定资产 进入到我们的管理费 A B C D 均证券 2017年这个题 和我们刚才讲的2018年题目 我就问你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你从这两个题 你是不是可以发现 真题具有重复考察性 而且重复度很高 你看一模一样题目 就稍微改一改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在系列班上 给同学们讲大量整体 我可以给你保证 2022年考场当中 很多题目都是原题 就改了改数字 改了改背景 我们考的方向 以及坑 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对十字题 不过多赘述 再继续 说下列哪些固定资产 需要既提折旧 A 一个固定资产 处于日常维修 这不折旧 那我再问你 更新改造期间的固定资产 要不要折旧 大修大补的时候 固定资产 需要停止折旧 而小修小补 我们不停止折旧 照常折旧 A 选他 第二个 我们自己 盖了一个办公楼 而办公楼呢 已经盖好了 人都进去去办公了 但是呢 还没有竣工结算 这个发展证 包括这个 一些手续 没有办完 同学们 请问这时候 我们要不要把 再建工程 转到固定资产 然后呢 开始既提折旧 还是说 你要去等一些 程序型上 程序的一些文件 你选择 基于我们 第一章讲的 实质重于形式原则 我们进行会计处理 不能看形式 人都进去办公了 都可以用了 只不过没有房本 你为什么不进行 会计核算呢 所以说 B选项 我们虽然说 没有竣工结算 没有房本 程序没有走完 但是呢 由于实质上 已经达到资产的定义了 满足条件了 所以说 需要确认为固定资产 开始具体折旧 B选项 也正确 C选项 一个固定资产 折旧折完了 还折不折 折旧总额一千万 全折完了 你折什么呀 肯定不折呀 D 单独 计价入账的土地 这是一个历史一流问题 在很多年前 我们是允许土地 作为固定资产核算的 只不过呢 是不允许 具体折旧 这个呢 简单 了解即可 它也是不折旧的 它非常非常特殊 因为现在的话 我们这个土地 都是作为 无形资产核算 一般情况下 这是第输入题 我们的选项 A B 正确 C和D 不正确 第输入题 和我们的第输入题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 第一个选项 小修小补 折不折 折呀 B 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没有走完程序的办公楼 折不折 折呀 这个2021年的题目 和2020年的题目 太敷衍了 这个命题人 对吧 顺序都两个换了 A B两个选项 完全一模一样 而D选项呢 已经折族的生产线 是不是我们刚才这里的 C选项呀 它把厂房改成了生产线 这个时候命题人说 我肯定不能出 一模一样的题目呀 对不对 这样多敷衍 于是呢 他就换了一个选项 说我们的中央空调设施 算是说是非生产经营手用 同学们折不折 我们固定资产折据的原则是 一般情况下 需要对所有的固定资产 都要记得着就 有些特殊情况 特殊情况当中 没有这个非生产经营用的 中央空调设施 但是呢 他依然要折旧 这一题选择ABC 第16题和第15题一模一样 来看第17题 说下列选项中 哪些应该计题折旧 本月计题 这一题更多的考察的试点 来 本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本月折不折 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折旧 下个月折 那已经提读 折旧的固定资产 折不折 不折了 刚才讲过了 是我们第16题的 D选项和第15题的C选项 季节性停用的固定资产 同学们 折不折 刷的时候拿不准 好 打个问号 那个D 报废的固定资产 折不折 当月已经提读折旧 当月报废 同学们折不折 已经提读折旧 你甭管什么情况 只要提读了 我们肯定不折了 因为折旧总额 订好了1000万 你全折完了 你折什么呀 所以说D也不选 这好题选择C 咱们季节性停供的固定资产 是依然需要具体折旧的 这是我们的第18题 第19题 还是折旧问题 说下列资产 那些折旧 第一个 提读折旧 不折 C是土地 特殊问题 也不折 D是报废了 同学们 这个固定资产都已经报废了 我们已经终止确认了 把固定资产报废的 占名价值转到营业外支出 你折什么折呀 都已经终止确认了 不再进行招募处理了 所以说也不折旧 而B选项 闲置的生产线 一个固定资产 有没有使用 和是否具体折旧 二者没有直接关系 闲置也需要具体折旧 这小题选项B 正确 第二十题 说关于固定资产折旧方法表述正确的哪些 A 年限平均法下 年折旧额相等 对不对 什么叫做年限平均法 年限平均法 平均法 就是每年的折旧额是一样的 我们用折旧总额除以折旧年限就好了 比如说折旧总额一千万 年限五年 一年折旧两百万 两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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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折旧额一样 所以说A正确 那我们看递选项 双倍余额递减法 计算的年折旧额相等 同学们 相不相等呀 我就问你相不相等 它肯定不相等呀 因为我们刚才也多过一些题目 通过这些题目 你也看到答案当中的这个金额不相等 双倍余额递减法 我们的折旧额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它是加速折旧法 前期折的多 后期折的少 我把D改成年数总额法 对不对 年数总额法 计算的年折旧额相等 也不对 年数总额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一样 它的折旧额是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你看 第一年15分之5 第二年15分之4 然后321 同学们 分子越来越少 折旧额也越来越小 所以说选项C 选项C 正不正确 正确 这题选择A和C B不对 B说年折旧率相同 同学们 来看一下 第一年折旧率是15分之5 第二年15分之4 然后呢15分之3 15分之2 15分之1 年折旧率 相等吗 不相等呀 越来越小呀 所以说我们的选项B 错误 这二题选择A和C 你自己看嘛 你就举个例子 五年 然后第一年15分之5 15分之4 这个折旧率肯定不相等呀 而且 折旧额越来越少 因为折旧额用这个折旧率 乘以我们的折旧总额 第二十题 A和C正确 来看第二十一题 这个第二十一题 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厂房盖好了 开始用了 但是程序没有跑完 我们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 暂估入账 我们先确认固定资产 用一个暂估价值 因为没有把程序跑完 跑程序的时候 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成本 比如说我们去 取房本 这个房本是不是需要钱啊 对不对 像这种一些支出 无法确认 我们先按暂估价值 来进行账务处理 那最终成本确认了 我们该怎么办 去调整之前 按照暂估价值 确认的成本 但是呢 之前已经记得着 就不用调整了 这一题是正确的 每年 这个点 都会考到 我们的单选 多选 或者判断 要么去考一个选择 要么就考一个判断 同学们 一定要记住 实质上 完工了 就要确认固定资产 不要等形式 先按照 先按照一个暂估价值 来确认 实际价值 出来了 调整暂估价值 但是呢 之前的持久额 怎么就不改了 再看一题 说当月增加的固定资产 当月不折旧 下一月 才折旧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当月还要折旧 对不对 同学们 对不对 对呀 这个不就是我们固定资产 记得折旧的原则吗 这个没有什么原理 我在课上讲过 为什么 当月增加 下月才折 是一个 纯历史问题 没有什么 深奥的原理 同学们 记忆即可 同时呢 要把它和 无形资产摊销 对比计 无形资产摊销 正好和它相反 当月增加 当月摊销 当月减少 当月不摊 22 正确 24 专用销售机构 管理用固定资产 我们应该 记住到管理费用 是管理费用吗 同学们 销售机构 销售机构 为了销售商品的机构 使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的这一个执救额 都是记住到销售费用当中 你不要看到管理 你就写管理费用 你要看它用在哪个地方 是用在企业在销售商品过程中 所以说是销售费用 24错误 好的 以上就属于我们固定资产 折旧的相应的考题 你会发现 刚才那个考点 是不是题目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对的 这是我们初级考试的重点 2022年必考 绝对会考单选多选择 对 但是所有的考题 基本上都是历年 整体为蓝本 课后把这题目都做一做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考点 固定资产的一个 后续支出 我们企业有个市场设备 后续时对其进行改良 又花了45万 同时呢 把一部分零部件拿走 这一部分零部件 账面价值10万 而固定资产原本500万 已经折旧300万 问改良之后的固定资产的价值多少钱 翻译一下 我们企业有一个设备 有500万 已经折旧了200万 请同学们 这个时候固定资产在我们企业账上 值多少钱 是不是500 减去200 减去300 还值200万 我们这一个设备还值200万 然后呢 我们从这个设备当中 拿掉价值10万的零部件 然后呢 又花了45万 我就问你 这个固定资产值多少钱 原本账上值200 又拿掉10万 变成了19 又花了45万 资本化 资本化之初 那加在一起不就是我们的答案吗 235万 选择币 这个题没有什么难度 就是一个最基础的 加减乘除 以账面价值为7点 减去替换零部件的 价值 加上新花的钱 就是我们的答案 而且这个考题 经常考 再看一下2016年 这个题 一个设备原本1000万 折旧了300万 意味着价值700万 对于我们企业来说 结果呢 我们扩建生产线 又花了800万 满足固定资产的券条件 又花了800万 那请同学们 这一个生产线值多少钱 是不是700万 加上800万 等于1500万呀 2016年真题 这个更简单 都没有替换的零部件 选择币 第五题 我们其实有一个设备 原价1000万 已经折了500万 就意味着 在我们的账上 它值500万 我们更新改造 又花了700万 同时呢 拿掉一个零部件 这个零部件 价值100万 请同学们告诉我们 更新改造之后 这个设备是多少钱 原本值500万 又花了700万 11200 然后呢 又拿掉了100万 同学们 拿掉100万 不就是我们的1100吗 学校A正确 这第五题 再继续 说下列关于固定资产 会计处理表述 正确的有哪些 第一个 由于管理不善 导致固定资产 报废 净损失 就哪里 这属于固定资产的 一个处置 我们固定资产的 一个 报废回损 它是由于我们的一个 管理不善导致的 就哪里 同学们 是管理资产吗 你不要把它和 我们的库存现金 以及库存商品存货的 盘盈盘亏 搞混了 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盘盈走特殊渠道 差错更正 不影响我们的利益润 而是直接就在 所有者缺业当中 而盘亏呢 我们这个盘亏 是记录到 营业外支出当中 B 提前报废的固定资产 不再补提折旧 对的呀 报废了 就不折了嘛 销售部门固定资产 发生的非资本化的 后续支出 记录到销售费用 对的呀 我们销售部门有个车 结果后续这个车 要进行写日常维修 这个日常维修费用 就记录到我们的销售费用当中 D 管理用固定资产的 日常维修费用 记录到固定资产成本 记录到哪里呀 记录到我们的一个管理费用 C这条题选择 B和C D不对 D是管理费用 2016年真题 2017年 问下列关于固定资产会计 处理表述正确的哪些 A固定资产简值一旦确认 后续不得转回 对不对 对的 关于简值不是我们初级考试的重点 因为它并没有专门的章节来讲授 同学们这里非常简单 存货的简值可以转回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简值不能转回 记下就好了 A正确 B 这个是老生常谈 可以用了 手续没有办完 这个固定资产 我们应该按照暂估价值来入账 并且开始记题 这就 C 我们销售部门 固定资产的日常维修费用 就到管理费用 是管理费用吗 是不是 不是的 我们就到销售费用当中 上道题 刚刚讲过 D 盘亏的固定资产 当月依然计题着就 固定资产盘亏 是不是相当于固定资产 当月减少 是不是 盘亏不计消失吗 没有了 消失不计减少吗 好的 请你告诉我 当月减少的固定资产 既不集体着就 既不减 我们刚刚讲过呀 当月增加 下月折 当月减少 当月依然折 所以说选项D 正确 你不要看盘亏 你不要看盘亏 你就想想盘亏是什么 盘亏就减少 所以说减少当月 依然折旧 A B C 当中选择A B D C应该是销售费用 下一题 说我们企业是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 当月发生管理用设备的维修费5万 销售机构管理用办公设备维修费3万 一共呢 增值税花了一万零四百 问我们下例选项哪些证据 来同学们 管理用设备 维修费5万 应该就到管理费用当中 而销售机构的设备 你甭管干什么用 销售机构设备 发生的维修费 这个3万 就哪里啊 就到销售费用 所以说A B D 这三个选项 只有一个是正确的 正确答案是我们的一个B选项 而C选项制造费用 下扯的 我们这里是管理用设备 并不是我们的一个生产产品的设备 因此这条题我们选择B正确 难度不是很高 因为它是一个单元题 我们明显就可以排除掉我们的一个ACD 无安正确 第九题 管理用固定资产发生的日常维修费 应该作为制造费用核算 进入到产品成本 对不对 老生常谈 管理用的固定资产 我们这个日常维修费 我们应该进入到管理费用 当期损益当中 这条题发改改 说我们起生产产品的固定资产 后续发生的日常维修费用 该怎么办 这个考点我们教材今年没有收入 原因在于之前教材写的是 我们生产产品用的管理费用的 日常维修费用 进入到管理费用 只不过财政部这个问题明确了 是进入到制造费用 而初级教材这些内容和财政部公布不一样 对吧 他就把这个内容给删掉了 但如果说2022年考试考了 同学们记一下 生产产品的固定资产 发生的日常维修费用 应该作为制造费用 进入到产品成本当中 这是第九题 第十题 说我们固定资产发生改扩建 这时候改扩建符合资本化条件 这个改扩建支出该怎么办 进入到在建工程当中 属于固定资产成本呀 正确 十一题 和刚才一模一样 更新改造 我们应该进入到成本在建工程当中 是错 对 对 这是历年的一个真题 从这方面可以发现 真的是具有很强的一个重复性 多看真题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固定资产 后续支出的相关考点